我的诗化护文美学研究这堂研究所的课 很高兴能够通过教育部的数位人文 社会科学教学创新计划的支持 推动了一个演动仪于诗化护文美学课程中的 视觉思考大数据教学应用这个实验型的计划 这个实验是怎么样的一个发想 因为一般我们在谈诗化护文的时候 通常会很直觉地就引用苏东坡 然后这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宋代作家 去谈这个唐代 同样一样也是非常伟大的一个诗人 就是王维的诗跟画 他就谈到就是说 那通常我们在谈这样的一个文献的时候 就在这边就结束了 或者说在一般的艺术的赏息啊 或者是聊天的时候 但是在研究所的课程当中 他马上就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 所以那然后呢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那然后要怎么样呢 因为你在研究所的课 总不能就是讲完这一堂这句话之后 你就说啊这堂课我们就下课了 或者说我们这学期就不用上课了 所以他本身就面临一个很严肃的一个议题啊 就是互文美学的一个论题 那什么叫做互文 互文本身就是两个不同的 类型的东西或是不一样的东西 它本身的一个交织的一个过程 所以互文其实也可以去理解成 就是一个互为脉络的一个过程 那通常在文学艺术领域上 就是代表着是语言文字 或是意象上的一个扩散 像对方 有时候我喜欢打一个评语 就像藤蔓一样 用它自我的一个创作的语言 或是类型 向对方去攀缘 然后就纠缠 然后产生一个新的一个文理性 那当然在大学当中 其实我们也可以从学科的角度上去思考它 所以它变成诗画互文 它就变成是诗学跟艺术学上的一个互文 汇通 当然诗就是诗学 那绘画它是属于艺术性的一个学科 两者如何能够产生一个汇通呢 那其实我们在探究这个议题上的时候 本身在文本的一个累积上 其实是非常的丰硕的 怎么说 其实你以这个中国来说 中国的古典的文学当中就有非常多的诗画互文的一个文本 通常是以一个这个提画师的一个方式出现 那你可以在时间上去追索它 你可以发现它从这个魏晶六朝的时候 然后一直到唐代 然后五代十国 宋代 然后元明 都有非常多的一个提画师的文本 你可以去考究它 当然其实因为我本身也是做现代文学的 那其实在现代文学当中 也非常多属于这种诗画互文的一个类型文本 当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所谓的图像师 所以你可以发现就是说 这么庞大的这些诗画互文的一个文本 你怎么样去探究它 特别是我常常因为本身也是创作者的缘故 就常常就会思考一件事情 其实丝画互文 当它在发生的那一个阶段的时候 本身就有一种前卫实验者的一个姿态 怎么说呢 因为原本 其实你诗人就好好 写诗就好 那画家就好 画画就好 为什么想要去 向对方去互文 或者是干涉呢 本身一定是有一个基本上的一个 艺术上的一个悸动 会发现就是说 原来诗人去看画家的时候 发现他也表达了我所没有关注到的一个诗节 而画家可能也会感觉到就是说 原来我的绘画语言 也有一个诗的语言的方式可以帮我说出来 那有时候也有可能就是 诗人同时也是画家 画家也同时也是诗人 所以他们就特别想要向彼此进行一个互文的一个延伸嘛 当你愿意跨出自己既有的领域的时候 或是发现原来你的语言 或是你表达的方式有所不足的时候 你这个互文的本身 本身就在做一个突破性的一个实验 一般你在跟这些创作者接触的时候 就很自然就会理解他们那样的想法 可是有时候回到这个学术圈的时候 就可能会被特定的学科所局限住 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诗可能是诗学 绘画可能是艺术学或是其他各种领域 可能都用一种学科的方式去把它局限住 所以我自己本身在研究所开这个 诗画护文美学课程的时候 就是想要去突破一种既有学科上的一种限制吧 或者是说我们在学术象牙塔上 很容易封闭自我的一个一种教学或是研究的那种位置 所以在教学研究上我要用什么样的态度 去回应他们的前卫者的一个角色 这时候我就有看到就是眼动仪这个东西还蛮有趣的 就是它是可以顾名思义嘛 就是侦测你眼睛的一个运动 非常客观 客观到原来你都没有发现 原来你曾经看过那里 因为我们这个人的眼睛的运动出乎意料 你可能一秒钟你就看了很多的一个少视啊 或是凝视的一些动作 所以其实这种客观可以帮助你去厘清 原来你也不知道的一个想象的一个状态 就是说原来我的想象也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 这句话有点绕口 但是确实它的客观本身就也很像一个前卫者去挑战你的想象 所以在我这堂研究所的课当中就想透过眼动仪来进行一个数位人文上的一个创新性的一个教学 那眼动仪要如何让数位人文在我这堂四话护文美学的研究所课程中进行结合以及对话呢 最主要在于这个眼动仪它本身可以侦测到很多数位的数据哦 包括其实我们在观看的时候特别是在看画的时候 其实主要会出现哪一些观看的模式呢 其实主要是凝视跟少视这两种类型 那它可以帮助你去侦测这个凝视跟少视的时间啊 还有这些凝视跟少视的次数在这个画上面 那特别是还最重要的还在于说你观看那些东西的时候出现的那个凝视点 它们在各个凝视点当中的空间分布有什么样的关系 那另外就是你的凝视点的时间的顺序会有哪些数据 这些数据在整合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我使用的这个眼动仪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价位蛮高的这个眼动仪 所以也很感谢教育部这个计划啦 因为如果没有这个计划是不能够买到这样的等级的眼动仪 这个眼动仪大约就是9万多吧 那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朋友 如果你到那个网路上你可以看到一些很便宜的 大概就是那种三四千或者两三千 不过那种眼动仪通常就只能去做一些比较趣味性的应用 比如说你去看YouTube上面的那些游戏的直播主 他们去玩游戏的时候眼睛在看哪边 那他看哪边有什么重点 有什么重要呢 因为其实有一些游戏的那种竞赛 特别是那种 比如像四级帝国啊 或是魔兽 他们那些竞赛的过程当中 为什么有些人就是可以 比较快地达成一些升级的条件 其实你不只是要去看他的滑鼠 游标在点哪边 重点是他下一刻眼睛往哪边看 其实他的关注的那一个方面就还蛮重要的 但是那毕竟就是只能在游戏上应用 我们在一个人文学科上 特别是美学研究上 那个眼动仪的那个要求的准确度 就必须要更为精密 可能是哪一个字 或者是说 因为一行可能手势可能有很多行 或是每一行里面有一些特殊的字眼 你要准到要对到 那另外就是画有时候会很大 但是也会有一些很小的细节 这时候就必须要靠那种 这种这么高端的眼动仪才可能做得到 所以具体到底要怎么做 或者说眼动仪怎么会在这个画上面 呈现 我想就如同我刚开始去讲 就是苏东坡去探这个王维 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 那我就以我课堂上 课堂上实际的一个例子 就是我请这个学生 去看这个王维的网川图 那王维他就是诗人间画家 大家都知道就是他很有名的这个集子 就是王川集 不过在这个绘画史上也传下他一幅他的画 就是网川图 所以我就在课堂前的时候就请同学们来看这幅王维的网川图 那网川图其实画的就是王维他在网川这个地方有一个别墅 就把这个他别墅的样子就画出来 它是属于一个长轴形的一个画作 因为中国古代的绘画长轴形画作它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美学形式 就是你通常一幅就会非常长 比如说像庆明上河图可能都两百多公分 所以你在看的时候就是边转那个卷轴 然后边去延伸那个画作 所以你在边转边放这个画作的时候 其实就很像我们在看电影 早期的那种电影它是可能是用那个 那个卷子啊 或者是拍摄的那个 那个厘米片 然后就把它做出来 所以你在看中国的长卷轴画的时候就很像在看电影 那我就特别选其中的一个段子 就是主理馆 因为这个网川图它王尾的那个别墅 其实非常的大 所以每个地方他就把它画下来 也把它提上那个地方的名字 那刚好就对应到那个网川图的地方 刚好就可以对应到网川集里面的诗 那我就特别选那个 大家都觉得非常著名 也囊囊上口的这个主理馆 那这首诗是这样子写的 它说 读作 幽黄里 弹琴 复长笑 森林人不知 明月 来相找 那我就把这个诗呢 就放在它提写的主理馆的旁边 那下面刚好就是主理馆 那因为我在课前就请学生来看 那看完之后侦测到这些数据 我就回馈到这个课堂的司机的讲授上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同学们他看出来的这个眼洞椅的样子 在邀请同学们透过眼洞椅去看王维的网川图的时候呢 我设定的观看时间是40秒 那其实在这个眼洞椅当中 就会把两位同学通过不同的颜色的指标 甚至它的凝聚点去代表两位不同的同学 所以等一下我们再看眼洞椅的并列的这个影片的时候 那绿色同学就是一位 那红色同学就是另一位 在眼洞椅在跑动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一开始绿色同学跟红色同学 他们注目的焦点就很明显的不一样 绿色同学就直接去看这个主理馆的这一首诗 然后接下来呢 他就往画面中 就是这一幅 以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来说 的右边 去看旁边的那一个屋子 不过有趣的是 其实那个屋子并不是王川图当中的主理馆 所以文字似乎没有诱导他去看到主理馆 反而是去看旁边的这个屋子 不过有趣的是或许他是不是把那个旁边的屋子想成是主理馆 那这个当然是可以去思考的 然后接下来他就再往这个屋子往下走 去看这个屋子前面的石头 然后再往旁边走才会真正到主理馆 接下来就开始环绕这个画面 那红色同学呢 他的有趣点就在于说他一开始就是去看的就是这个房子 那他有没有看对呢 他其实是看对的 他看到的就是那个在竹林当中的那个主理馆 那主理馆当中呢 其实那个建筑物当中是有人的 那接下来呢 他就开始似乎就顺着这个主理馆 他前面的可能看到的一些视线去扫动主理馆前的风景 所以他先看石头 然后再看河流 接下来也开始进行一个环绕式的一个观看 那最后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 就是画面当中就是比较大圈的 就是他们会去画比较多秒数去看的 那我选的是主理馆的丝 不过大家都 这两位同学似乎都比较喜欢去看画面中右边的那一个平房 那个无论是绿色还是红色 它都是非常的大圈 那接下来呢 就是关于那个丝的部分 红色同学是比较琢磨在那个诗的这个阅读 然后去对照这个画面中的一个景物 那相对来说呢 那绿色的同学他就比较没有这样的一个特质 就是他观看诗的时间并不是非常的长 他比较有点像悠游自得一样 就是环绕这个画面 所以谈到这个环绕的这个观看模式 其实你会发现 这种环绕的观看模式 就是无论是绿色还是红色的同学 他们都有这样的特质 所以看最后的那个画面 整个画面都很像是一个圆弧形的一种状态 虽然可能在两栋建筑物上有焦点 但是整体来看一个环绕式的一个现象是存在的 这当然就可以看到就是说 中国传统的长卷形的这种山水画 确实是能够形成一种闪点式的观看 也就是它会让怎么样观看者 进入这一个画面当中去游动 它其实有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自由性 所以其实你在看西洋画的时候 他们常常都 以大体来说是单一视角 当然也可能会有不一样的 但是单一视角的话 可能还是因为透视法的操作关系 可能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你可能很容易被画面当中的一些动线所引导 那其实以动线上来说的话 其实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 我截取的这个网川图的左边 其实有一个路径 可是你就发现 大家都没有去看那个竹林旁边的那个路径 不会去顺着它去走动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 中国山水画是一个邀请观看者 去悠游在里面的一个活动的一个状况 它是一个自由性的一个观看 那文字在里面的一个作用 在红色的同学上看起来就会很明显 那绿色同学就可能不会那么明晰嘛 但是它当然这个是在课前的一个状况 进入到课中的时候 我就会去带同学更深入的去理解 就是说到底哪一个是真正的主力管 那文字跟画面之间的一个联系性 有没有办法就是帮助你看到更多 也会有人就问说 那你是怎么样去教导学生学会数位工具的 那其实这个也可以分几个层面 就是学生的问题 因为我的学生基本上就是研究生 那主要就是中文系的学生 百分之九十九 因为我的课堂当中 为什么说是九十九 因为我课堂当中 刚好有一位学生 他就不是中文系的学生 他是我们学校的景观学城的研究生 那他特别来听我的就是这堂课 也非常喜欢就是在课堂当中 我们去谈的一些山水画 所以其实在教导学生上 百分之九十九中文系的学生 他其实还有剩下的那一位 外系的研究生 其实就刚好会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 就是中文系的学生 其实在传统上的训练 比较还是属于文字型的训练 对一些比较现代型的科技 其实都会有一点距离感 所以其实我在推动这种数位人文的研究啊 或是教学的时候 在传统中文的一个领域 它本身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挑战 你要克服的就是对数位工具的恐惧 特别是对中文人 不过其实我通常都会这样说 因为其实数位工具 看起来这四个字很可怕 可是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 早就已经非常习惯地去运用它 我问学生说 请问现在在座的同学你的手机 是智慧手机的聚首 当然百分之百 以现在的学生百分之百都举手 就是智慧手机 所以我跟大家讲 就是说你们不用害怕 因为其实眼动仪 你就想它是另外一个智慧手机 而且特别是 你根本不用去触碰它 因为触控手机可能还要碰一下 那眼动仪基本上 你就是在这个眼动仪的前面 然后去做一些按钮 然后基本上就是校准 然后看话 然后结束 因为眼动仪就帮你做好所有数据上的一个采集 其实你就是按按 然后看 也就是这样子 当然这样的讲法是比较简单一点 因为就是要哄学生嘛 因为真正在实际上 在他们用眼动仪之前 我们跟我的助理 特别是我要感谢就是我的助理 朱伟珍同学 那我们就请厂商就送来眼动仪之后 那就请厂商来教我们做一些设定啊 然后怎么装机这样子 那就做了一下学习 那我们基本上就是在会的状态 再去教学生嘛 那就相对来说就比较容易 那在这个怎么装眼动仪这件事情 其实还蛮简单的 就是这个实体的东西 然后就放在这个 跟电脑就接上了 那接上之后呢 我们就要开始对着萤幕 做这个眼球的一个校准 所以其实在做这个眼动仪的 准备的阶段的时候 校准是非常重要的 你就开始凝视画面中的特定的点 那你这时候你就会发现 原来每个人就是上帝 得天独厚的礼物 所以有些人可能一看就 就校准很成功 那有些人可能就是因为 可能戴眼镜或者说什么关系 就要做一个远近啊 上下的一个调整 那不过其实你也会发现到一件事情 就是真正落实在这个画面的观看的时候 你当你眼动仪的数据跑完的时候 每个人都会去发现说 原来我是这样子看 但是也有人会说 好像有一些偏差 所以这个偏差的一个状态 其实也可能就是说 你在看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就是一直固定着你的动作 所以当然我们在做这个实验设计的时候 就是秒数通常都是维持在30秒左右 每个人没有办法那么的定制 在一种状态当中 事实上即使是在30秒钟的观看 也举例来说 就像我们刚刚看的这个王伟的那个 王川图 你会发现30秒 原来你看了这么多东西 出乎意料 你眼球的这个运动量 是这么样的庞大 或许也是在 我都会想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或许人这个生物天生在 被造就的一个过程当中 它就是一个高度活动型的 特别是视觉上高度活动型的一种 生物特性 所以相对来说 它的视觉感知力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回到一种比较 修养上来说的话 要一个人静下来 真的是一个还蛮难的一个过程 所以 这也是一种心性上的一种训练 但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还是回到艺术学上的问题 所以正当你的视觉运动 那么丰富的时候 画家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一个 图像的一个象征 才能够带你去看到 他想要看到的 他所看到的 他所凝视的这个世界呢 特别是那个世界 又感染到他个人的一个风格 特质 或者是他生命中的困顿 或者是生命中当中 认为什么是美的 在学生会操作 严冻仪之后 那当然在研究所的课程上 他就马上必须要面临一个 更为实际的问题 就是严冻仪怎么样 在丝画护文上 进行一个研究上的论述发展 也就是说 到底怎么样去引导学生 去应用数位工具 在其末的实作当中 当然其实讲到其末实作 其实也需要一个 其中的一个实作还有练习 因为必须要透过一种 其中的演练吧 然后到其末才可能会有一个 比较强的精进 因为在其中的时候 我就请学生们 那就可能是我提供的一些 中国古典的绘画作品 那去做一下你的其中报告 那我会发现 因为我逐一的在课堂上 就跟他们讲一下 我对他们的其中论文的一个回馈 那会发现普遍一个现象 就是学生大部分可能还是在做自己 就是说用言动仪检测自我 那我就说希望 其实我们应该要去寻找一个 另一个主体吧 就是一个差异化 或是一个比较的一种状态 所以我都鼓励大家 就是说你在其末的时候 或许应该要找不一样的类型的人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 同格化的一个检测 那你可以比较看得出 一种审美的一个差异性 薛明成同学的论文 其末论文是叫做 演动以数据的量化分析 与直信研究的其末报告 那通常以中文的角度 当然觉得这个太科学化 也比较 当然就是有点小小的瑕疵 就是说比较看不出来 他到底要谈的是什么 不过其实他的内容是很不错的 这样子 就是说他在这个报告的开头 就讲到就是说 在其中的时候 因为我要同学们就去读一本 很重要的一个 视觉美学的一个书 就是梅洛庞帝的言语心 所以他讲透过这个 言语心的这个理论呢 然后来细谈一下一些 丝画护文上的一些文本 那特别他选的 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画 这个画就是 这个上米歇巴斯奇亚 这一个涂鸦型的画作 就叫做五体 那这是一个非常世界知名的 一个涂鸦画家 跟我课堂当中看到的 蛮常在看到的那个 中国唐宋元明 当然也包括五代的山水画 是很不一样的一种画种 因为在课堂中 在比较中后段的时候 我就开始带入 大家去看一下西方的 一些铁画室的文本 那或许受到这样的启发 所以他 奇末就选了一个 更特别的 就是因为我带大家看 西方的绘画 还是比较有一种 现代主义的一种状况 那他这个画就是 非常不典雅的一种画作 就是一种涂鸦绘画 就有时候其实大家 在城市中走啊 就看到一些墙面 就会有这一些涂鸦的画作 那其实我也蛮喜欢看那些涂鸦的画作 虽然有的画的还是太草率 不过真的如果画的很不错的话 它是还蛮耐看的 所以我在这方面的观看经验 我后来就在我自己的一个长篇小说 就是凹角头 里面就有把它拿来做一个应用 这样子 有兴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他在看这个画的时候 他做的实验非常有趣 因为我刚刚有说 我其中的时候就是 请大家去找至少两个人吧 那就一口气就找五个人 ABCDE 而且这五个人都个别有一个代表性 以西医这个受册者来说 那从他的报告就可以知道 就是说 他的特色是女性 所以薛同学他知道有性别的问题 那另外也说他是文字专业 所以他也注意到每个人的知识养成 或是他的后实型的这种知识 是放在哪边的 他也注意到就是说 后三十秒就会开始偏向 文字的轨迹 那其实这也可以看出 他的实验上的一个细腻度 就是说 你在感知的过程当中 前后有什么差别 就是前三十秒看完之后 那后三十秒你在看的时候 会不会产生一些 差异性的一个状况 他也注意到了 所以是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研究 所以相对来说 这个E就可以刚好可以跟C就是做一个对比 E这个受测则它就是男性 相对于那个C是女性嘛 对不对 那说E是图像专业 所以相对于C它是语言专业 那确实是在前后观看上就会产生差异性 相对来说就是 这个C可能在文字脉络上会有关注 那E就会发现就是说 男性对于这种图像性的关注 可能是大于对文字性的关注 所以它的后三十秒就很明显 就是在看一次的时候 它会去比较去注意 就是说两个人的 因为这个涂鸦是有两个人的人头并列嘛 有什么可以值得去比较的 那相对于C来说 它可能这种比较就在前三十秒就做了 而且不会那么的详细 是不是这在性别上 或者是说在知识背影上 就有一些这样的比较性呢 其实我想这个研究在后续做下去的话 一定会非常的清楚 也有人会问说 那加入了数位这种元素之后 那课程跟学生有没有哪些变化 其实这个问题也可以从薛同学的 这个报告的回馈看到 他就说 他论文最后他就讲说 那他最后想要引用 他最喜欢的一个画家 就是保罗克利 他说这个艺术不是让可见的事物出现 而是让某些东西变成可见的 那谢谢老师 让我参与了这门看似探讨文学与绘画 也让可见的自己与未见的自己 或者可以说是已经遗忘的自己呢 在此相聚 对话 而我也感谢 一起参与这堂诗画护文美学的同学 毕竟呢 在这么匆忙的时代当中 让诗与画共同聚首 所成就的这一种美好 也能这么被认真的看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